《圣经号》 逢主的名向大家闻安 我是林彬 顶姐妹主力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收看 《圣经号听这个茶经节目》 圆宴会集花大概十分钟的时间 与我们一起查好圣经 一起研读神的话语 我们在查《九浴圣经》 智慧书之一的传道书 在上一课结束之前 我们查了传道书第十章前九节的经文 传道者指出愚昧人掌权 和行事为人的危险 我们继续看十章的十和十一节 传道书十章十和十一节 《铁器顿了若不将印磨快就必多废弃力》 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 未行法术已先射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 所谓公欲善其事必先离其器 任何的工具如果顿了 首先要做的就会磨回离它 否则白费弃力 那么显示的道理 相信不需要很聪明 都会懂了吧 传道者的教导就是 做任何事必须要有充分准备 和周长的计划 这样做起来才会顺利的 传道者补充地说 如果做事有预备 再经过心思熟虑 以智慧去筹划 那就一定会事半功倍 在这里 传道者再次用蛇来做例子 毒蛇可以自明 蛇的口可以抹到很大 将一些体型大的裂物吞落土 蛇的行动快、无声 不容易被人发现 在圣经 蛇被形容是邪恶的动物 第八节的经文说 测试的时候小心被蛇咬 所以要做好预防的措施 在这里 传道者借用外邦人的迷信做例 就算你是术士或者玩蛇的专家 仍然要很小心 不要等到有事发生被蛇咬 才想对策 那就太晚了 人虽然不能够预知会有什么事发生 也未必能够完全控制后果 不过人仍然可以运用智慧去策划 事前做好预备 这样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很多了 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句是明代思想家 洪应明在他名著《蔡根谭》的名句 和传道者在这里的教导十分吻合 我们接着看十章的十二和十三节 传道书十章十二至十三节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 他话的没味是奸恶的狂妄 在讲完愚昧人行事为人的危险之后 我们看看他们在言语上所产生的问题 传道者将智慧人和愚昧人所说的说话 做了一个比较 智慧人所说的是恩言 恩言是一些柔和、温柔、容易被人接受、对人有益 亦是能够造就人的说话 而愚昧人的说话就刚好相反 吞灭自己的意思是 因为所说的事而闯祸 令到自己蒙羞 甚至朝野麻烦、自取灭亡 这个教导使我想起 在《二符所书》四章二十九节的经文 污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传道者进一步指出 愚昧人所说无知的说话 对人、对事、甚至对自己都无益处 奸恶的狂妄的意思是 颠倒是非黑白、动机不良 这些不受约束的说话 甚至有破坏性 愚昧的言语从头到尾都是胡言乱语 于是无补、甚至害己害人 传道者继续对愚昧人提出谴责 一起看十四和十五节 传道书十章十四和十五节 愚昧人多有言语 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 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 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 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 多有言语的意思是 自以为聪明,大言不惨 说话没有经过心思熟虑 有两节珍言对这一类人的描写 是十分贴切的 就是珍言的十八章七节 和珍言十八章七节 珍言十八章七节 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 他的嘴是他生命的望楼 珍言十章十九节 多言多语难以有过 禁止嘴唇是有智慧 愚昧人这种无知之言 对眼前的事欠缺认识 又怎会有资格去谈论将来的事呢? 传道者最后指出 愚昧人会得到的结果 芷珍和大家说一下 好啊 愚昧人的牢牢使自己困乏 意思即是说 这些人忙于发表意见 但是说来说去都只不过是三幅被 容人自扰 最后搞到自己根皮力揭 有一些成果都没有啊 古代的城市 地方不会很大 路也不会很多 入城通常只有一条大路 愚昧人就连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的事都不知道 更加不要说尋走人生正确的方向了 传道者对愚昧人的描绘 可以说得是一针见血 对今天的信徒实在是很好的提醒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不自觉地犯了愚昧人这种毛病呢? 真言十七章二十八节 其中有十六个字 是很值得我们基督徒作为座右铭的 紫山试下帮我们找出来 让我看看 真言十七章二十八节 静默不言 算为智慧 闭口不说 算为聪明 我们继续看传道书的十章十六和十七节 传道书十章十六和十七节 邦国阿!你的黄若是孩童 你的群臣祖臣燕乐 你就有和了 邦国阿!你的黄若是贵咒之子 你的群臣按时吃喝 为要保力 不违走醉 你就有福了 在十章四至七节 传道者提出掌权者错误的决策 会为国家为人民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这里 他将这个教导带到另外一个高潮 指出整件事的重要性 和如何避免作出狂妄和愚昧的决定 传道者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互相比较 指出邦国由两种不同的人掌管 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个国家最需要的 是一位成熟的领袖或者掌权者 系统并不是指年纪的大小 而是指思想的幼稚和不成熟 一个无能的领袖 没有好好地管治他的下宿 或者朝中的大臣 容許他们毫无纪律和折制 生活放荡、瓷烂 这一个国家必定会败亡 坤王或者领袖的好与坏 的确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轻衰 传道者也提出 一个国家如何才会轻盛 贵宗之子 是只有崇高身份和地位的人 他们高尚的品格和好的行为 有效的管束下缩和朝中的大臣 安置head heart是指生活有纪律和折制 保力和不聚走是顾及身体的健康 没有放荡的生活 这样国家一定会轻和 当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 对这个情况绝对不陌生 就算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 旧约圣经的列王纪上下 和历代志上下 都有不少记载 全导书的第十章 剩下三节的经文 我们会在下一集 才和大家查完它 弟兄姊妹 千万不要错过下一集的查经 再见 再见 字幕提供